今儿咱们聊聊飘移环 什么是飘移环呢 先得从飘移说起 那么我这里说的飘移 是真正的动力飘移 就是你的车辆的性能 要有一个强大的动力 可以让驱动轮摆破地面的速度 很容易的实现空转 这个就对驾驶技术 以及你车辆的性能 甚至是改装 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而且这种飘移体验 它对车辆的损耗 消耗也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 这就足以让很多的 汽车运动爱好者 望而却拨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普通的东西阶层 甚至是青少年 就可以更简单的去 入门这项运动 去体验这种飘移滑动的乐趣呢 肯定是有的 有聪明人 我不提升汽车的动力 那么我降低后驱动轮的摩擦系统 同样可以实现这种滑动 那么就在汽车的后腕上 套上两个环 硬胶质 它的摩擦系数很低 这样车辆就很容易的滑动起来 而且不仅是后驱车 前驱车这样操作 也可以很轻松的进行 飘移滑动 但是汽车套飘移滑的话 它只针对于一些 培训机构来进行售卖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 是不进行销售的 这里边主要是一个安全性的东西 你想如果你的汽车 可以随随便便的套这么一个玩意儿 到道路上去滑动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对于卡丁车来讲的话 就不存在这种方面的问题 因为卡丁车本身就是在场地上玩 它就不具备上述的资质 所以给它配套的飘移滑不仅便宜 汽车的飘移滑要知道是非常贵的 汽车轮胎可能几百块钱 但是一个汽车一对飘移滑的话 便宜的也得几千块钱 而且都是净口 但是像这种卡丁车的飘移滑 买8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对 很便宜 普通人的就可以承受 给它装在卡丁车上面 同样用原车的动力 就可以实现轻松的飘移 可能一些眼见的朋友一看 你这是什么飘移滑啊 不就是那种水管的吗 您说的也对 也不对 因为卡丁车的飘移滑 其实也有很多的材质 我们从2016年开始 就开始玩这种飘移滑 玩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进行切割加分这种飘移滑 我们比较了之后 我们一直使用的是PE材质 看起来PE、PVC、尼龙、PP等等这些材质 它们表面都很光滑 只要你能把它套在轮胎上 都可以很轻松的实现这种低速上的滑动 但是它们也有很大的质的差异 那就是PE它其实是胶质的 虽然我们看着它感觉好像像个硬脱料 但它确实是胶质的 它的融解是140度 这种胶质它就具备一定的韧性 你在这种地面上面进行这种滑动 和转转它就不会出现这种碎裂的情况 直到最后把它整个活穿 造出轮胎也不会出现碎裂 但是像PVC、尼龙等等这些材质 它们由于不是胶质的就比较脆 所以在道路上面你看着轮很平 但是上面可能有一些细小的石子 可能有一些坑蛙不平的这种煙锅跳动 都很容易让它就分分两个碎掉了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 我提议的性价比其实是最高的 网上有一种材质跟它长得很像 也是这种黑色的 然后里边还有几道轮 有朋友就问问我 那种材料不是更好吗 它里边有轮 这个卡轮胎呢 可以还这个里边的摩擦系 如果高要卡的还可以更紧 但是那种呢是尼龙材质 它不是胶质的 它呢这个仗紧 这个轮胎仗紧之后啊 它很容易出现这种 整体的这种断裂的情况 那对于胶质来讲 它是不存在这个情况 因为它本身是有韧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是选用这种 PE的材料 来做这个 卡队车的 表演玩 那有朋友又问呢 说那你这种材料 耐不耐磨呀 它能用多少时间呀 我可以告诉您 就像说玩赛车 你问它百分比油耗 是一个道理 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不同的人 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使用方法 都会导致它的这种使用的时间 有很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同样 我要以不同的玩法 我可以让它伴随我玩几个月 也可以我半个小时就废掉一趟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吧 会玩的人 你可以很有限的去控制它的滑动 去进行这种精准的飘移 这样它的磨损相对就小一些 当然对于一些不会玩的人呢 他刚上手 觉得这个体验这种滑动呢 非常有乐趣 所以它持续的让这个轮胎出现这种空转 自然它的这个 这种磨损就会更严重 而且呢 PE呢 它本身由于是胶质的 它的容点是540度 所以说尤其是在夏天 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这种持续的这种空转 这种滑动 摩擦升热 所以呢 它的温度呢 越接近这个零点的话呢 它的消耗呢 自然也就会越大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 PE它的寿命呢 我觉得是在于这些管材里边 性价比还是最高的 还有一些经营卡丁车厂的一些朋友啊 它们 呃 其实 问我呢 说 我可以不可以给这四个轮都套上 嗯 我说 稍一会儿没有套四个轮的 呃 其实我知道它们的潜台词 嗯 它们可能不愿意去说 其实就是想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 它们觉得这个东西呢 它既然是耐磨材料 可以保护轮胎 把我给四个车轮都套上 这样我使用起来的话 可以降低我经营成本 减少我轮胎的损耗 但实际上它不是那么玩的 飘一会儿套后轮 没有套前轮 如果你套前轮的话呢 它会出现严重的转强不多 也就是进弯的时候 你根本就拐不进去 毕竟它的摩擦系数5P嘛 如果你想啊 你要是找到一种材料 它既可以耐磨 它又能够说 抓地性非常好 那它可能早就取代轮胎了 轮胎就没有必要使用了 所以这种材料呢 至少我觉得目前还是不足在的 所以说还是要正确的使用 它呢就是飘一会儿 就是提供让你呢可以 比较低的速度 就可以体现这种飘移的乐趣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问问 这个飘移难不难呀 这个飘移会儿 是不是它比汽车轮带的飘移 就要容易很多呢 其实也未必 虽然它可以降低这个起飘的速度 可以在相对比较低的速度下 就可以实现轮胎的空转滑动 来进行飘移 感觉呢好像我们普通的驾驶者 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 也可以去玩这种飘移 但仅仅是你也可以有滑动性 如果你想控制这种精准的这种飘移 让这种后轮 其实飘移就是一种失控当中 找寻控制的一种乐趣 它同样也是需要这种 长时间的系统化的训练 所以呢 飘移会儿 同样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 才可以很好的去把控它 而且飘移板和轮胎呢 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异 它呢虽然说起飘的速度 但是一旦飘起来 还有呢尤其是在一些中高速的 飘移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它比轮胎的摩擦系数要低 所以说滑动起来之后呢 它的可控的宽容度呢 就要更占一些 你可能需要控制的更精彩 才能够完成你想要的那个飘移动作 所以飘移没有说很容易很简单的 都需要你去经过长期的训练 才可以逐步的去真正的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去享受那种飘移 那种精准的滑动 掌控这种车辆的乐趣 这就是飘移会儿 可以让你很简单的上手 但是同样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去练习 才可以很好的享受这女人的乐趣 好 今儿跟着大家就聊这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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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